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到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五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還是人類之和由甲方華英中學對粵方拔萃女書院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緣 甲方主辯劉麗華同學 甲方第一副辯梁耀祖同學 甲方第二副辯陳可兒同學 甲方結辯周曉晴同學 粵方拔萃女書院主辯譚善惠同學 粵方第一副辯葉惠臨同學 粵方第二副辯優同學 以及粵方結辯梁耀祖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彭偉興先生 保錄六世書院中文辯論隊顧問老師侯耀雄先生 以及本人金巴倫獎勞會要導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袁家輝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結辯共六個環節 台上必然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每位台上必然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叮!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叮!叮! 居時十五秒則會有三丁提示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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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時本人將打斷辯人員發言 並提醒評判究婚 詳細規則 早前已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主辯對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甲方是否要作外語申報 是否雙方都有外語申報? 這裏是甲方,我們外語申報已經在聊天室發送 好,等一等,月方是否都有? 我們想申報的外語都包括在甲方的名單裏 都是一樣的,大家都 評判有沒有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可以的 謝謝雙方的同學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甲方主便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之後請向鏡頭示意 請說可以吧 可以 主席評判最早各位,大家好 今天變態室的元宇宙總共包含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用家要以第一人生角度進入虛擬世界 第二,用家會有一個多感官尋審式的體驗 第三,去中心化 元宇宙中的活動體驗將不受中央平台管制 而我方正拉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突破物理局限 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貢獻 現實世界中有很多人類的發展 都是受到客觀環境的局限 例如說成本過高,風險太大 甚至是物理世界中是不可以實踐的 而元宇宙正正就可以將以上的各種不可能變成可能 例如在醫療方面,心理疾病一向都是難以治療的 但2018年,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 就令到患者透過VR治療為高症 患者戴上VR頭盔,透過元宇宙的虛擬空間 去執行不同的任務 例如在高液建築物上進行活動 現實世界其在高液建築物上容易發生意外 但在元宇宙中可以不斷嘗試 經過調查顯示,平均進行4.5次療程 患者的畏高症減瞞了68個巴士 可見元宇宙技術可以令到患者 視身一個沉浸式的虛擬空間 透過真實的欽觀感受 成功致連不同的心理疾病 又例如在教育體驗上 透過元宇宙平台 Macraft進行複雜的物理和化學實驗 在遙距教學的同時 學生不再只是在螢光網上看著老師說書 而是親力其境 彷彿自身現場一樣去做實驗和進行自修互動 現時全球40個國家 率先幾間學校都有運用到教育版的Macraft教學 甚至有助解決一般學校 負擔不起利用電子顯微鏡 觀察原子的成本問題 可見元宇宙為學生的學習活動提供更優質 和有效的學習體驗 第二,元宇宙為每個人提供自主 安全保障的數碼空間 現時網絡世界 用戶要進行資訊交流 會受到一個中央平台的監控 例如臉書和IG 會收集用戶的個人資料 再根據大數據和演算法 各類用戶可以表達和接受到的內容 甚至會將用戶的資料轉租圖利 早前臉書就有5.33億的用戶 個人資料外資 百達通卡公司都曾經轉約200萬個用戶 個人資料以賺到4400萬 令到用戶的個人利益而受保障 相反,元宇宙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區移世界 到連元宇宙公司 FNIM 行政總裁 安西夏明亦都指 擁有一個去中心化的分泰系統 去源於宇宙必要的 用戶能夠自由地運用區塊鏈技術 進行點對點的交易 資料洩漏的可能性較低 例如比特幣出現至今 就從來沒有被黑客破解入侵 用戶的個人資料和交易安全 受到高度的保障 使用戶所接收和表達的資訊 亦都可以免確被審查的問題 有助保障每個使用者的自由和權利 最後想問問右方同學 如果認為發展元宇宙是和的話 現時一切在發展元宇宙的相關技術 好像GL、區教練等等 是不是都要禁止使用呢? 謝謝各位 隔方主編所用時間為3分53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我們有請月方主編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講可以 可以 請 請 各位大家好 聽完4分鐘的主編 發現猶方同學 面基於的論點是基於VR有用 幫到手 所以元宇宙是福 但VR並非只是為元宇宙如此 其好處並不等於元宇宙的福 猶方同學沒有證人數 VR的好處 只能論證了一篇體 元宇宙無單一個定義 猶方參加學術和科研界目前的分析 即行看之下三大條件 1. 三位空間 2. 為超現實的虛擬世界 要留意的是虛擬食景之下現實的寫招 並非等於虛擬世界 3. 以虛擬化身作為沉浸式的體驗活家 討論變態就要嘗試發展著宇宙對日類社會普通偏移 2. 入場與民進程 複定獲根據領據 名家聲 網方支持者方便提 原因有三 第一 制度缺乏現實支持 更加利益不獲保障 針對現時社交媒體 有少數企業主導的局面 發展元宇宙一大目的是 去中心發脫離中央監管 虛擬貨幣無需經中央銀行發行 但代價系貨幣不受政府背書 本身無價值價格極受市場供應影響而大幅波動 還有信譽的比特幣 價格於今年跌一半 99幣去年有不足一微仙 急升三百倍至接近七毫 再大跌九成至現時六微仙 幣值大起大跌 根本無法作為交易而介入及計劃單位如何支持經濟活動 接下來監管虛擬貨幣的另一問題 是於遇上詐騙等 今日犯罪時更加難追討 南韓業界發行 詞稱與美國掛勾的穩定幣 TeraPanduna於五月脫勾 幣值由九百美月跌至零六月 多個交易平台與Celsis 賺平買賣並擁護持有巨大損失 即使不同國家出出法律 監管交易平台 原宇宙的無國界亦令監管難以落實 對用家是和服 第二 活於未來的虛擬世界 長遠導致精神沉淪 顧問公司麥健時於六月發表的報告指出 近六成疾訪者希望將現實世界的活動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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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律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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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發生與眾有缺陷的人對人對喜不時禍 第三 無法接入多元聲音受困於同溫層 美國第一位工學性AR系統 開發者 Lewis Rosenbrand 就指出與修讀以備設計成用於放大分歧 發揮某些群體和意識形態的世界 甚至引發人類之間的受憾和信任 紐約大學學者Johnson Cracker 於一百年中發展的研究 指出社交媒體調檔太矛盾的信息 家劇論亦表現引起用語情緒 亦令用語尊重強化自身立場 元宇宙發展與社交媒體相近 都想用用語選擇自己希望身處的世界 發展元宇宙 令用家有一天可以參與虛擬的選舉集會 或者以購物表達自己的立場 相比起社交媒體 只會令大家更強化自己的價值 只接觸與自己的立場相近 只接觸與自己的立場相近 與資訊家的社會訓練 令民主社會需要遵循不同的立場 所建立的基礎加分流失 輔助人類勿命進步 多謝各位 月方主編所用時間為4分06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再次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 向月方主編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月方主編會有一分鐘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於限時到達前15秒 會有一丁提示 時間高則會有兩丁提示 接著就輪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 向甲方主編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次序 反方分指的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月方了 sorry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原宇宙會令人類沉迷在虛擬世界上 甚至會想把所有現實世界的行為 搬到虛擬世界 但原因不是因為原宇宙太真實 和太有吸引力嗎? 按右方的邏輯 IG、臉書這些為人類提供一個更為真體驗的平台 是不是早前就不應該研發呢? 這時一切發展著宇宙的相關技術 好像VR、驅爆鏈等等 一樣都是建立著一個越來越真的虛擬世界 那是不是歷史上這些技術 都是人類之禍 要禁止發展下去呢? 多謝各位 月方主編有1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叮 開始 開始 感谢观看 现在有请粤方主辩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粤方同学都自己会讲 VR是很真实很有吸引力 其实这个就是会令她的界限 面识和拖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而有方也都问我们 IG是不是应该一做就不应该有 但是其实她都是用三维的技术 并和拘移世界没有什么分别 她都是用远算法去将 一个和差不多的资讯的东西 放在一起用户只能吸收单一的资讯 也都可能只能吸收一个 和一个思考并无法去思考其他的方面 多谢各位 现在轮到粤方提问 请粤方派出一位台上聘言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讲可以 就订阅单解세요 好 粤方同学 是清晰的 准备口请讲可以 可以 定 口听完尤方四分钟主别 麻烦尤方和我们讲一些很皮膚的好处 尤方忽略了一个前提 就是你今天的好处要成立 最先就先要有一个社会的共识 所以尤方今天尤方第三个论点 从尤方讲的是什么呢 正正是当你今天一个社会的制度 根本都无法去完善的时候 原来你今天的平台演算法 是会将不同的人归类 然后你各自听回自己属于的声音 人家对面阵营的声音 你完全都接触不到的时候 所以问尤方同学如何建构一个社会呢 所以在社会都建构不到的时候 无论你今天是共产还是支款主义也好 你社会共识都做不到 如何实现你口中的社会利益 大家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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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它质疑元宇宙可不可以成功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 我们拿回一个有方和恒量标准多人参与互动性高的元宇宙 来说例子 例如Decentraland这个元宇宙中虽然是去中心化 但是有一个自动更新的系统叫做DAO 协助玩家投票之后加新的规矩或者废除交友规矩 而DAO都有五个投票选出来的人类 安全女士会SAB去确保自动更新运行政场不会出现故障 而这个有方同学所谓建构不到的社会 现在依然有每日15000人去游户 这个对有方同学来说是否一个不运行的社会 而且这个运行模式已经出现了五年 所以有方同学是否真的要承认我们 是建构到一个可以去中心化的元宇宙社会 第二 有方同学质疑元宇宙会不会沦为逃避现实的工具 首先我们也要多谢有方同学承认了元宇宙可以大沉浸式体验 但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任何沉浸式的活动是否都有沉迷的可能 是人类之祸来辩论 一样可以令人茶饭不思沉浸在当中 而互联网亦遭受有方同学一模一样的质疑 有方同学是否要将辩论和互联网归纳为人类之祸 无论辩论互联网还是元宇宙都会出现沉迷的状况 但是沉迷的是较少部分人 有方同学都提不出数据去论这一点 而这一小部分人无论有没有元宇宙都会去其他逃避现实 而我们就不可以不负责任地将上属 全部例子归纳为人类之祸 第三 有方同学质疑中心法 可否保障网络多元法 又说会造成一个同温层的状态 其实我们现时看到的现时网络有极多风险 在一个不自由不安全的空间 例如现时社交平台抖音監測用用家私人对话 从而控制用家看到的内容 又例如网球明星沙拉泰纳的球鞋照片 毫无原因被IG下架 就连科学权威的英国科学期刊 在IG发布的一关新冠疫苗的学术研究 都在无理由的情况下无端下架 我见中心化的平台令用家必然会牺牲言论自由的风险 但是元宇宙透过区块链技术 令资料无需由中心平台都可以做成点对点的交流 绝对安全 所以用家在元宇宙先做到真正的唱水欲言 无第三方操纵也不会被寡头垄断 这种贯彻言论自由的网络生态 即是俄方讲的人类之福 而且现时的演算法都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 例如抖音团队大众反对夏园仍未禁止网上封存的窒息挑战 在演算法的加持下变本加厉 造成82名儿童死亡 而今仍然可以看到演算法推展的窒息挑战 正因如今平台不受保障 我们只要开发安全可靠的许中心发源宇宙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你到底是靠什么标准行立一个科技 是否值得发展或禁止呢?多谢各位 靠方第一负便所用时间为3分14秒 没有过时,不需扣分 接着是粤方第一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 定 因为有方觉得Instagram和Facebook未必要消失 但元宇宙一定是人类自和 是因为Instagram和Facebook本身 和元宇宙本质上有差别 元宇宙本身是走向这个所有东西都想扔下虚拟 但Instagram和Facebook没有 所以请有方今天不要再新提并论 还有各位大家好分两步去拆解今天有方的主线 先看有方今天的定义 有方说元宇宙的生日特征是不包有虚拟发生 但是为什么今天双方的定义会有分歧呢 就是因为有方今天看得不够广 我方都明白元宇宙还是一个新的概念 并没有一个官方定义 但是这样能否定义 有方可以适当某一个定义给我方 找一个毫无根据的定义呢 相比有方的毫无根据 其实我方今天显得更广更持平 我方不单单参考了2002年 由两位韩国学者 发布的元宇宙的分类组成部分 又及挑战 整合了54座学者分别对元宇宙的解读的论文 还看了各家公司 例如瑞士、信泰、德勤等等 发布的元宇宙发展报告 得出主片的定义 也就是那三维 虚言发生了三大条件 今天我方的定义是建基于各界的共识 而有方的定义是完全毫无根据的事 请问谁更站不住脚呢 然后看有方今天的第一论点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有方的论点是建基于一个本质的逻辑 有方觉得VR的好处是等于元宇宙的好处 但是等等教育学位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今天有方都承认VR是一个宇宙用到的技术 但是很简单问有方 今天元宇宙用到VR的技术 那等于用在VR就等于我用在宇宙呢 所以你切苹果用到把刀 那等于用在把刀就等于你切苹果呢 好了,今天有方今天论点的第二个谋误就是 有方说元宇宙是人类之福 因为VR可以在医疗上面有帮助 有方就举了这个畏高的例子 但是就想问有方 今天我医畏高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就是医生或者病人 都没有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有虚拟发生 根本跟宇宙无关系的时候 请问有方用一个纯粹是VR的应用 去跟有方说元宇宙的好处 合不合理呢? 有方论点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有方说教育 教育原先有方说得很好听 就说原先是可以透过这个萤幕去学实验的 不过现在就是一个三维的体验就更加好 就想问有方 请问有方如果都承认完才可以有逆幕 都实现到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变成三维的话 学生在这个改变之间 学多了多少 幅大了多少 为什么可以凌鸡于我方的种种废处呢? 好了,来到一副位置 看回月方的论点 然后发展下去的世界 人类看到的是虚拟但完美的自己 美丽但不见识的世界 回数过去 其实人类的进步是建基于 用到木头和触记录的不足 所以才会造子 看到火和蜡烛照明的不足 所以才会发电灯敲 今天人类看到的 如果再不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的时候 如果是看到一个构似很完美的世界 不再追求进步 人类整体明显迈向一个停滞不辞 甚至是持续拒步的世界 为什么是一个好进程 又方必须解释释释释 我觉得今天月方面提绝对性 多谢各位 月方所用时间为2分5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会是甲方的第二副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讲可以 想问刚才有方是否说了Facebook这个英文 这个我们评判可以再酌量商议 究竟Facebook是一个专有名词 还是一个英语的用语 即是一个中文的用语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那个分数上面酌量扣分 可以 这个世界上面有哪一样东西是一开始就没有受过质疑的呢 主席评判 正在各位大家好 其实元宇宙就好像互联网那样 互联网的出现 相信大家都无用质疑 它对世界发展是一个福 其实互联网一开始都受尽他人的质疑 担心有沉迷现象 担心有网络罪案 但我们都不会将互联网定为一个恶 其实元宇宙都同理 今天要说元宇宙是福是和 应该要用宏观的角度去看 不像有方同学鸡蛋里挑骨头 慢的那样做一些小错误 其实来到二辅的位置 不妨从两个角度比较下元宇宙的福同和 第一 元宇宙带来的福有它的灵格性和徒特性 刚才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刚才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去中心的元宇宙太过自由令罪恶之生 所以有方的逻辑就是要限制人们的自由 来阻止罪案发生 但到底先限制自由是否一个好的网络生态 但是不是 才限制自由的网络生态发生更加危险 所有的舆论都被控制 特朗普被推特删除帐号 英国医院报告并非主流 所以被禁止 有方同学是否想见到这些情况 一面倒的声音是否健康 刚才有方同学所推出的念书 IG就是正正有演算法的情况 才导致有同温层的情况 我方送他出的元宇宙 正正可以解决到有方所提出的闭嘱 有方同学今天和我们说元宇宙没有监管 但是我方有实例告诉你 元宇宙犯案的人会在现实上落网 2021年5月7日 美国东南部运营党被黑客群齐特 攻击 收取了市值500美金比特币赎金 但是同年的6月7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 透过私人物钱 找到并且解释了23个赎金的账号 一个月间已经成功收回一半赎金 正正就是因为元宇宙所使用的区块链技术 可以记录每一笔交易 而且不能删改 所以美国政府只能追踪到资金的流动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 元宇宙会令人沉迷 那就想反问有方和我 当一件事推到极端的时候 有什么是不会沉迷的呢 但其实看电视也会沉迷的 打辩论也会很沉迷的 我今天很喜欢打辩论 我就沉迷地去打辩论 所以我们要问第一 沉迷的人占多少个巴仙 第二 这个庇注是否元宇宙所导致的呢 未来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但比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但是越来越用沉迷 人类是否应该回归石器时代才是福呢 不是的 我们是不会为了小部分的沉迷 是放弃大部分人的福指的 也都不应该因为一个能够套用在世间上面 所有事情的毕端 而将元宇宙定义为和 有方和我的我极之普遍和影响细 虽然我方提出的福是无可取题的 就像我方所提出的数码双胞胎技术那样 我们可以在元宇宙里复制一个 和病人一模一样的人 的虚拟人 然后将药物测试在那个人身上 这个就可以反驳到 刚才有方和我说的 我们元宇宙只依靠着VR技术 但其实不是的 虚拟人双胞胎就不单止用VR技术 到元宇宙我们将现实中的不可能制成可能 我们医疗上还有远距离的医治 用多感官的仪器治疗 心理病患者等等 都请有方和我说正面比较 我们是否因为一些极普遍和影响力极小的 八月署而送去一些拯救生命的技术呢 刚才有方和我说我们只是少数 这种拯救生命都只是少数 所以有方和所谓的沉迷就真的是少数了 有方和所谓的沉迷就真的少数了 有方和正外有多少人沉迷 所以最后想问有方和我面对元宇宙的八月署 现时受着各种监制 我们是否要为了一些八月署而放弃一些 拯救生命的医疗技术 服器教育的机会呢 还是有方和其他反方国可以出席这个独特基础 多谢大家 甲方第二负面所用时间为3分14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另外甲方第二负面刚用了英语% 中文可以用百分比除代 所以请评判在扣分栏上面 可以着量扣分 接着来我们有请月方第二负面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 请讲可以 可以 评判着着各位大家好 有方刚才出台说 我们的禍的影响 亦之普遍是极小的 但是我们看回有方 你今天说了教育和医疗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先不说它是否真的合理 我们退后回 我方退后一万份 但是今天有方又拿不到其他比我们 我方的和更加有凌鸽性的缩 再说今天有方主辩 第二个论点就是说 因为有安全 原语就去中心 有安全保障 因为它没有了中英平台 但是今天看一下 店书现在是直接把公司改了名字 因为他们就是在科技 他们现在很多的科技都争认为要发展 正正是他们想在圆圆属这个世界 分入贝根 但是有方你今天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所谓的去中心化 说得不是只不过是变成一个的 一个的大财团 而要去垄断整个世界 所有人的其中饮食 所有的生活细节 都会被他们去收 所有资料都被他们捉摸到 最后又是同样的会显示 有方所说的资料泄漏 将这些东西卖给商家去获利的途径 再说有方由头到尾 都没有回应过我方 对于去中心化经济的坏处 所有的例子 我再说 今天我们有方和他 今天我们说了 其实由头到尾的原语就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一个 现在有方和他提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又曾经捉到一个的罪犯 但是今天说的是整个原语就 整个系统都缺乏一个完善的监管 我们不可能捉到所有的罪犯 我给一个例子 香港的资讯科技商会 荣誉会会长方武桥就曾经说过 加密货币最大的特别 就是有隐藏身份的功能 难以追踪 相信执法部门趋力度极高 就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 在香港涉及加密货币的罪案 已经有496宗 损失今天超过两亿 如果在那天有方和他说到 这个区块链是有这么安全保障 是这么好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香港还会发生这么多这些罪案呢 其实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它的最大目的就是脱离中央监管 但是当这些交易平台倒闭了 就算认识了一些客户的入侵 其实投资者都是没办法在这些平台杀手 而法律也是难以保障的 再加上市场的流通率根本就不强 有很多人会自称是加密货币平台 去吸引投资者 最后他们就潜逃 而这一类的平衡最后都是求在无门 而今时今日虚拟货币 未完全普及了的时候 已经临落到胡思田地 如果看到整个世界都是去终身化 投资才会更加不堪撤上 想问右方 是不是想见到这么多人 心肤撒来的血核之间付诸流水呢 最后了 其实今天虚拟货币都说过 虚拟货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东西是不会存在任何价值 所以右方今天要跟我说 为什么一个去终身化的经济就是这么理想 炒价是镜花岁月蚀的 它是真金白银 今天右方没有办法否认这个 其实所带来的潜载风险 只是同时说 因为这些科学公司 因为有些科学公司是说 这个世界会 因而见得更加未好 失利到双生債 就完全说这个世界 又去终身化就更加好 其实我只可以说你们是目光下跃 心清 清清 最后 审问余方同学 为什么你们 如果未来完结束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担心自己的银子变废子 为什么这又不是一个人类之和呢 多谢大家 余方第二负便所用时间为3分12秒 没有过的事 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首先 有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电源发问 请电源开启镜头 并是麦 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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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清楚一点 有点蒙 是麦 是麦 好 月方的同学有没有问题 好吗 好吗 好 好 准备好 请讲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关第一个论点 就指出因为元宇宙去中心化的特点 没有中央平台支持 所以担心币值不够稳定 但问题是今天是不是有中央平台 这些问题都没有先 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些中央平台 第三机构 所以频频出现资料外线 有关是否觉得为了稳定 而牺牲个人私人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呢 而再者其实今天新科技出现不稳定 从来都是一种常态 二次年肚活爆破 波网股因为有少个公司 投机的行为而令股票大跌 所以有方同学按照你的逻辑 当时波网股票不稳定 我们又是否不应该发展互联网呢 发展互联网对人类又是否一个禍呢 多谢 月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月底 月 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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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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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